你知道今年春夏爆款的包包有哪些嗎 如果你還不知道你今年想要買哪一顆包的話 這集必看 香奈兒第一是每個女人心中 最夢想擁有的一個包包 2019春夏最新出的就是 直式的BOY CHANEL 原本的BOY CHANEL都是這樣橫的 但是它今年做書這樣直的 感覺是它的線條感覺更修長 然後更年輕的質感 因為包型還是BOY CHANEL的包型 然後只是變成直的 所以有兼具經典跟現代的那種味道 然後因為它還蠻小巧的 所以背起來其實是有點可愛 然後比較年輕的感覺 這一款這個表面是這個斜紋軟鈴的材質 就是Tuit的這個材質 也是香奈兒最經典的這個布料 其實裡面空間蠻大的耶 它有兩格 裝下我覺得中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長夾可能就裝不下去了 我看一下它PLUS的 PLUS的手機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它的扣環也是跟BOY CHANEL是一樣的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斜杯或者是上肩杯 然後因為它這款款式非常年輕 然後它的包身是修長的 所以很有修飾的效果 我覺得你穿很輕便 或者說你把它穿到海灘啊 或者是穿去度假 我覺得都很適合 那Fendi的這款包呢 相信大家不陌生 它就是Pickaboo 但是今年的Pickaboo呢 你們發現它多了一些很多的口袋 因為呢Sylvia Fendi她自己說 她在設計的時候呢 因為她想到 大家都會把口袋放在包包裡面 所以她這次想要做一個顛倒過來的設計 把包包的裡面的口袋拿出來放在外面 然後衣服上也一樣 所以你會看她衣服上面外面有很多口袋 然後包包呢 她也把口袋放到外面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它都會在這下面有燙金的字喔 然後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口袋是放什麼的 譬如說它這裡寫縫 就讓你放手機的 然後這邊就是寫secret 你可以放一些你的很秘密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邊就是artist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它也是有背帶的 是可以側背 中間這個扣頭呢 你可以扣或是可以不扣 你扣的話就扣起來是這樣子 就看起來是比較正式的一個包包 那你把它打開來呢 可以露出它裡面的樣子 就很可愛 那我們今天這款包包呢 就是有點焦糖奶油色 所以它其實很中性 什麼顏色都可以搭 那如果我覺得它搭配顏色 比較繁重 比較複雜的印花材質的 比如說洋裝囉 或者是套裝 我覺得都會很好看 那個色彩上會有一些反差感 那接下來這顆包呢 是Loevee的Hammet包 吊床包 他們這個POLAR的特別系列呢 有推出了這個草編的款式 我覺得這個包呢 好適合夏天喔 因為它這個草編的感覺 然後它拼接了皮革 然後這個皮革是很亮麗的橘色 所以呢我覺得它在夏天裡面 不管你搭配什麼樣休閒的服裝 其實搭配起來都很好看 然後旁邊兩邊是有抽繩的 中間這個有一個扣的地方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真的像吊床一樣 就是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那扣起來呢 又是另外一種包型 所以它有很多變化多端的背法 跟不同的變化 或是你也可以把這條皮帶拿下來 就它就純粹變成一個手提包也可以 那裡面的空間非常大 然後又很輕盈 因為它是帆布底的 然後拼接皮革 所以它背起來非常輕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感覺很輕鬆的一個包包呢 它其實在夏天裡面 你可以去海島度假的時候帶 我覺得都很適合 在海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穿一件綿麻材質的長照衫 然後配一條寬褲 或是配一條比較輕盈的那種沙龍褲 然後背這個 我覺得都非常有形又好看 因為聖羅蘭的包包呢 每一個包包都是用一個女生的名字來命名的 然後這個包包名字叫做Teddy 它的外型呢 它是一個軟包 那它特別上面有壓印上這個 森拉厚他們今年春夏推出的星星的圖紋 所以就是感覺很可愛 然後很清新 所以這個包款呢 雖然它的包型是非常的輕便 然後非常休閒的 但是因為它用了很奢華的這個材質去製作 你會覺得有一種 就是輕跟重的 加在一起的一種反差感 然後你看它這個包包 因為它是抽繩的 它是這樣拉開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 它是一個絨布的 就是一個小的零錢袋 然後它的 有一個鏈條是連在包包上 所以你就不用怕東西會掉 還滿貼心的設計 然後其實容量滿大 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包我覺得它最有趣是 它有好多種帶法 比方說它這個鏈帶 這樣拉起來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側背的 那另外呢 它這樣子呢 你也可以把它繞在手上 當成是一個手拿包的感覺 或者是呢 這兩個呢 你可以把它背在你的雙肩 它就會變成一個後背包的樣子 所以它有很多種搭配的方法 那因為它的包型呢 我覺得滿休閒的 所以你穿搭的時候 其實穿牛仔外套啦 或是像那種jumpsuit 就很有比較有個性的一些 穿搭的方式 或是比較 比較潮的方式 比較年輕休閒的感覺 其實都很適合搭配這個包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 Burberry今年推出的e-bag 這款包 這款包叫做TB bag Burberry的設計師 Ricardo Tiche 他進入這個Burberry之後呢 創作的第一款 暢銷的包款 那TB bag呢 這兩個字母的縮寫 其實主要靈感是來自於品牌的創辦人 Thomas Burberry 他的名字的縮寫 然後它的logo打開的方式滿有趣的喔 是用這樣翻開的方式 這個金屬設計得非常的精巧 金屬的部分全部都是在義大利打造的 那麼裡面呢 最前面的這一層 它有一層夾層 你可以放就是你的車票卡啦 或是你的門禁卡 那第二層呢 裡面就是會有兩個夾層 就跟一般的包包一樣 你可以放你的皮夾 你的長夾 或者是你的眼鏡盒啦 或是你的手機 都可以放到裡面 那最後呢 它也是有個拉鍊 可以拉開 稍微有做了一個空間 所以你這裡面是可以裝比較多東西的 那這個包款呢 因為它這個包身製作非常簡潔 外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金屬的穿孔 所以它這個鏈帶要怎麼穿上去呢 在這裡 它這個翻開打開來這個地方 有兩個皮革的環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皮革這個地方穿過去 那現在這個包呢 它在歐美其實已經變成很流行 因為有好多明星啊 然後模特兒都有在帶它 像Gigi Hardy 它就帶著一個全部都是鎖色的TV bag 它都搭配它的牛仔外套 牛仔褲子 那像Jessica Tristan 它有一個全黑的TV bag 搭配了鎖色大衣 然後穿起來就這樣經典 非常classic 請繼續鎖定Vogue頻道 接下來我們還有五個包 會在下一集揭曉喔 好